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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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和王室冲两大最强威胁 可以说一手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局势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开国功劳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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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为其设立了一个婚位 名叫天策上将 职务仅在皇帝李宗和太子李建成之下 凌驾于所有亲王和百官之上 李宗盛 民拥有这样的头衔 等于可以像皇帝 太子一样拥有独属于私人的武装 政治决策中书和权力体系 据历史记载 有一次针对某个政令的执行 竟然有三份命令发出 除了皇帝和太子 剩下的那一份就是出自李世民 仅此一例足可见李世民地位和其之高 更重要的是 李世民掌握着一部分的国家财权 武德四年 唐高祖宰割财政 发行新钱 为表彰李世民的功劳 赏赐其三个主前路 并允许其助前 李宗盛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 李世民在朝廷中的威望 将远远高于李建成 除政治威望外 还有军事势力 李世民用兵如神 几乎百战百胜的战绩 早已让手下士兵和将领对其奉若神明 秦王府中也是战将如云 人才济济 这些官员都要想升官发台 只有靠李世民再进一步才能实现 试想一下 如果李世民不发动玄武门之变 那么一山不容二谷 极有可能会被李建成杀掉 即便结局好一点 剥夺了政治权利 那么他手下的人命运 也好不到哪里去 轻则免职 重则留法 一事不得翻身 玄武门之变皇家是最残酷的 而对于皇权的争夺更是残酷 对于李世民这样的强人 哪个帝王都不能容忍 锡在自己的手下 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必有一战 只不过最终李世民略胜一筹 也最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世民之间